任大姐租车的地方在连凉路5号 她说去年9月24号早上5点48分 用杭州通长者卡租用小红车 长者卡是给60岁以上的市民办的 任大姐说当时无法取车 她拨打了站点管理员的电话 可能因为没到工作时间 手机提示关机 因为急着外出 她就先坐车离开了 等到8点多打通了管理员电话 对方表示会派人到现场查看 可能到了9点多 她和我说这辆车子已经没了 人家骑走了好像 我说坏掉的蜡烛 哪都拿不出来 我说我叫旁边走过的人 我叫他们男同志 去都去不出来 他怎么会拿都出来呢 我说的 他们假如是车子找到了 我们再打电话给你 任大姐说 现在六个多月过去了 这辆车还是没有下落 她也无法继续通过杭州通 租用公共自行车 现场她又试了试 记得在租赁点旁边的机器上 查了一下任大姐的租车记录 租车时间是2021年9月24号 早上5点48分 杭州小红车租赁的第一个小时免费 之后每小时一块钱 第一天五块钱封顶 现在任大姐已经产生了 360块钱租车费用 这个是她说需的 实际上她就是说 昨天我说两条路 一条路她说的就是 继续等她不自行车 还有条路我说我要租车用的 现在你要租车用 她说的根本你付个70多块钱 70多是什么钱 我不知道 现在任大姐在手机上下了 叮答出行的应用程序 她说自己绑定了手机号 可以通过手机正常租用小红车 可杭州通上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记者跟任大姐找到复兴路106号的 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有位金助理回应 租赁点一般都有监控 连梁路这个点位的监控 可能拿去维修了 租车出现故障时 停车桩上会亮红灯 根据任大姐所说的租车时间 连梁路这个站点前后都没有维修记录 可能是当时任大姐已经租车成功 但取车时 车锁有些卡 她以为就是没有租车成功 其实这已经 车子已经从系统中租出来了 这个是我个人推测 这个可能性是挺大的 任大姐表示 当时租车确实有故障 自己还让路过的人帮忙取 也取不出来 金助理说 公共自行车系统是2008年推出的 有的站点可能存在配套老旧的情况 因此市民在使用时 无论借车还是还车 最好还是到旁边的机器上查询一下 是否借还成功 任大姐记录里产生了租车时间 说明当时应该是租车成功了 现在这个车应该说是丢色了 一直在我们系统中没有出现过 咱们的车上有没有定位 我们公共自行车是没有GPS的 但是每一辆车都有一个芯片好 就是每一辆车都有它的身份 它这辆车只要在我们系统中出现 就是我们可以就马上能够找到这辆车 租借这个车之前的运行轨迹 我们都可以找到 那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不还 我们这个轨迹就看不到 对 金助理说 系统中能看到 任大姐租的这辆车是2016年投入使用的 造价700多 之前工作人员说赔偿74块5毛 是对车辆剩余价值的赔偿 公司会有相关的票据给任大姐 如果后续车子找回来 这笔钱可以再退给任大姐 走丢的车子回来的这个概念也是存在的 有一些热心市民啊一些志愿者啊 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都是在 因为开了马路边的这辆车子停在那里 我们会流行看他是不是超过48小时 超过48小时我们就判定他为流浪车 叫我付70多块钱 给我再可以再租车子 我就心里感觉不舒服 因为是他的故障问题 任大姐不愿意交74块5毛的费用 金助理表示 他们会再去核查一下系统 跟进这件事情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两个月 一会儿 您一会儿 您顶 distinctive 感谢观看